83岁的李嘉诚要分家产 这是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大事 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说到说到 他分家产为什么是全国人民的大事 香港关系到全国 他这至少跟全港人民 就说这是个八卦的社会 但是他们家这个八卦 真的是跟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相关的 这个大八卦 你说的还不全面 他的财产在香港只有百分之十几二十几 他在中国也比例 也不是他的主要部分 他的财产是散布全世界 所以你要说跟他全球第九位富豪 所以他是跟全球人民有关 全球人民有关 巴拿马运河那边就有他的财产 没错 国际战略要低 绝对的 全地球的 他们李嘉就是一国呀 天啊 所以他要分家产 那就是五周翻腾云水路了 所以我带着极大的兴趣 你知道包括报章 包括报章 解读啊 李嘉诚讲的是广州话 广州话有他自己表达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含蓄的意味 他讲的非常的通俗 但是这句话后边 这个财产俩儿子怎么分 人们都能分析出啊 这个暗藏玄机 就像人们分析美国总统讲话 我看 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我们可以饶有兴致的来看看 这位所谓的这个香港超人啊 83岁 说身体倍儿棒 最近刚做过体检 说你们想让我退休都难啊 他要分家产 我们来听一听 全和系的资产呢 阿威腾 会由他管理的了 但是啊 我第二个儿子呢 他有些事 他很喜欢的 我会全力帮他 两兄弟一定有 他们肯定有兄弟做 因为 大家都没有空飞 事都没有空飞 财产也没有空飞 爸爸的安排我们永远都可以 两个人都开心 大家都不想你麻烦 这个财产 两个儿子到底是怎么分的 又挺比较清楚 我比较清楚 我哪清楚啊 你跟他讲一讲 他怎么分呢 他数得很明白 我说听说 他把那个房地产的部分 分给大儿子 大儿子现在本身就在管嘛 但是呢 这个小儿子 我们知道他比较 这个跟影视圈比较有关系 所以这个PCCW啊 还有这个电视 电视部分 媒体部分就让他 而且继续帮他收购一些 他喜欢的公司 这样我觉得 二儿子的前途 比较有机会 当然 你这个 女性这么样 看权利啊 当然 他这样说 我就要这样接话 目前来说 大儿子是一万多亿 二儿子才七百多亿 大儿子的继承的市值 可是他如果现在收购一些公司 你不知道这些公司 未来的这个potential在哪 但是老爷子说了 你明白吗 他们这都有分析 说这大儿子 好像是得的大 市值 现在是 就说是上万亿 这个李泽凯相比之下 好像算这个市值 才七百多亿 但是呢 要不说你们认真听嘛 他有句话 说我这个李泽凯啊 他办的一些事 他要收购一些什么公司 我很喜欢 对吧 就是我会 什么超出 他这个资产的倍数的钱 去支持他 就比如说 他看这种一家公司 老豆 不是 就广东话 老豆 不是说我了 他爸爸 爸爸 不好意思 老豆呢 老豆买单 签单 就可以让他去收购 所以他说 给小儿子的这个自由度 感觉有点大儿子守城 小儿子 对 拓展 有点 当然咱们说人家 老人家必须也得说到一条啊 他说他还有第三个儿子 他基本上三分天下 第三个儿子叫慈善 就是他这个慈善基金呢 也做了很多这个好事 但是又婷 你可以说说 你对李嘉诚 是什么印象 就有钱啊 你知道我现在住的地方 就是李嘉诚起的地 李嘉诚填的海 我用的水是他家的 我用的电话是他家的 我用的电脑是他家 我用的宽屏也是他家的 我办的手机也他家 我的人都是他家的 我真希望人就是他家 其他我人是清白 其他我什么都是他家 在他们家现在这个财产 我找了部分的钱在里面 每个月 我是给他们添钱在里面 我还特意问问 这个香港市民 咱们香港市民 就是咱们的化妆师 发型师啊 我说你们港人 你的消息来源好杀宅 我一般接近群众就这群众 他就化妆的时候了解年齐 对对对香港群众 我说你们对李嘉诚到底是什么感情 我以为他们会说恨呢 我说他们说就是说做生意很烈了 就很厉害 但是也不会说多么好 也不会说多么坏 但是一个平平的这么一个 香港的价值观呢 跟中国大陆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他的穷富跟好坏 没有必然的联系 就是在内地基本上 多少年来的斗争 再加上中国传统社会 猪门酒肉臭鹿 有动事骨 这历来是对于有钱人 有个道德上的贬视 可是香港是个商业社会 私農工商早就倒过来了 所以感觉上呢 他们不以 有些人呢 称赞他 说他超人 很厉害 但是也有人说 他们是剥削地产霸权 也有 但总体上 他们不用好坏 那么我问你 就是香港人 我就想起谁来了 这个这个 陈可欣和他老婆 他老婆叫什么来着 吴君如 就是说 陈可欣有一次写书嘛 说他拍什么电影 亏了钱了 亏的说 我们夫妻俩到现在 连自己的房子都买不起 后来这个话 被你们娱乐组的乱吵啊 搞得人家很误会 就是这个吴君如啊 就出来解释 我觉得他解释这个话 很有意思 他好像在台湾 他说啊 他那个意思啊 我理解 他就是说 你们不要以为 就是说我们就多穷 我们买不起房子 他说我们租房子 只是因为 我们还买不起 我们看得上眼的房子 比如像咱说的 一百多平米 那在香港就是富豪 才能住一百多平米 天此豪宅 没错 所以吴君如讲了一句话 就说 在香港啊 就说 大部分的人 买不起自己 中意的房子 这是香港的一个悲剧 就是一个现实 外地人 你可能很难理解 这些人大导演 大演员 买不起房子 很正常在香港 是吗 但问题是他 他们这样 我想问你的就是 你作为半个香港人 在香港这么多年了 你觉得这个事 李嘉诚要负责任吗 要负责任 尤其是他们这一批地产商 香港的是成也地产 半也地产 现在它是整个香港经济的支柱 银行啊 各方面都靠它 你少不了 但是呢 香港跟亚洲四小龙比啊 你现在这些年的比较 你看得出来没有 它的最大的不同是 它把科技工业这些东西全赶走了 嗯 它一味地就靠住地产跟金融服务业 所有生产 那李德凯那个电信呢 或者什么 它不算科技吗 它那个什么科技 它那个就是 就扎老百姓 我们要打电话嘛 没办法 它这个算什么科技啊 它这个越弄越插的这个科技 对不对 那香港 我不是说香港的服务业是一流的 金融也是金融中心 地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支柱 那就像一个人 我以前说过 他不是靠脑子生活了 不像瑞士这些 德国这些国家是靠脑 它也不是靠手工体力生活 不像中国大陆全部劳动力 像美国这样 它是靠漂亮 靠身体 靠服务 你相比南韩 相比新加坡 相比台北 香港曾经一度的玩具业 手表业 全世界出口 嗯 没了 对啊 而且你现在越来越来 我很难理解 我到香港 我觉得 我们以前都说要反对这种垄断的企业 可是在香港你就很明显都是垄断 它那个垄断已经不是说房地产业的垄断 它是整个 就像我刚刚说我的十一住群 只有李嘉诚一个人全包 那他当然是全世界第九大富豪 那就是说一栋楼 我去 我最爱逛街 我到这个一栋楼里面 就看起来大概有20个品牌 就20个品牌原来都是同一个老板 然后从他这个房子到里面 他代理的服装品牌 然后到他代理的餐厅 变成一个美心集团 这不是也就是李嘉诚他们家 这不全部都他们家 这个这种垄断的情况 造成没有年轻人创业的空间 因为你 你的店铺和大者恒大 这些租金你就可以一次把它租下来 有啊 李泽凯这个年轻人创业 创业非常好啊 他有个很好的爸爸 但是就是 梁洛斯也创业 对 那都是生产博伴吧 都是生产博伴吧